各位观众好 我们历史明镜节目第199期开始了 12月12日临近了 83年前的这一天 是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上惊心动魄的一天 甚至可以说是乾坤翻转的一天 张学良、杨虎成发动西安事变 拘捕了前来督战剿共的蒋介石委员长 几乎就要在国军重重包围之下 全军覆没的中共红军 非常意外的绝处逢生 我们这次节目不打算进行历史的宏大叙事 而是在西安事变这个大背景下 请嘉宾讲一讲一所房子的前世今生 什么房子呢 这就是张学良抓住了蒋介石之后 软禁他的那座房子 高宫馆 高宫馆是个简称 全称是高贵兹公馆 由一座西市的主楼和三个四合院组成 1936年刚刚修好还没住人 张学良就向高贵兹借来观蒋介石 高贵兹是什么人 我在两年前的历史明镜第21期和第50期都做过介绍 这里我就不打算细说了 简而言之 他在西安事变前后是国军中的西北军散军的八十四师师长 他和张学良杨虎城的关系都不错 和彭德怀等中共党人的关系也不错 在抗战中打了不少硬仗 像南口 像平行官 像中条山 这些战役 他都参加了 后来担任过36军和36集团军 38集团军的中将副总司令 1949年中国变天 他没有去台湾 当了一段时间的中共的统战对象 1957年 他侥幸生病 没有上毛泽东引蛇出洞的当 没有向党提意见 就逃过了一劫 1959年 他去世了 享年68岁 在我们今天看来 这可谓英年早逝 当时呢 是由国务院的副总理习仲勋 担任主绩 今天要说说这个 他的这种高宫馆呢 当时 其实带兵打仗的高贵兹和自家人呢 倒没怎么住过 但是呢 他住过了太多的名人 蒋介石算是第一个吧 住了十来天 后来国民政府的高官 城前住过 陕西省主席雄斌住了很长时间 中共接管西安之后啊 贺龙住了进来 再后来呢 就成了西北复联的机关 被彭德怀批评之后 才搬出去 抗美援朝爆发 高贵兹索性把这种房子 把这个房子 整个这个建筑群 全部捐给了工家 现在呢 是陕西省作家协会设在这儿 著名作家 大家都知道的 陈忠实 白鲁园的作者 据说曾经住过 蒋介石被软禁的房间 而这间房间呢 我们今天请的嘉宾也住过 他就是高贵兹将军的长子 高斌先生 高斌先生 今年已经88岁 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呢 这叫米兽 他是我们邀请的嘉宾中 年龄最大的老先生之一 今天的节目呢 是今年夏天 我去拜访高斌先生时 在老人公寓中录的 限于条件 中间我就不出镜了 我们请大家 专心的听高斌先生 娓娓道来 好 为什么要在西安 盖一个高公馆 这个他有一段历史 必须要说 就是高贵兹 这个参与第二次北伐 他是翻号是 国民革命军第47军 中将军长 他有四万多人 跟那个方振武 是属于方振武的多少军团 他是富的 方振武是正的 途经济南的时候 正好是济南五三惨案 就是日本人不是杀了这个国民党谈判代表 国民政府谈判代表 蔡公石那一次吗 在济南就跟日本军队发生冲突 高贵兹亲口跟我讲 他差一点被日本人俯罗 就是他挑了一个就是47军的军部 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小楼 周围是开阔地 他住进去以后 他说这个地方不能住 如果要爆发冲突 四面一包围 我没地方可以走了 没地方可以撤退 他马上就刚刚住进去 他亲口跟我讲 他说我马上下命令 撤离这个地方 出去以后 日本兵就围上来了 围上来以后 他不带着有警卫营吗 都是手枪 就手枪营顶住了以后 然后就是 后来不是就是国民政府跟日本人谈判以后 他们绕开济南 这是一件事 就是他已经跟日本人发生过这个武装冲突了 第二件就是长城抗战 长城抗战 他跟那个是担任的棱口商镇 商镇是32军军长 他是副军长兼84市市长 他商镇跟他担任的是棱口 他的左椅是洗封口 右椅就是商镇的多少 多少师我忘记了 他是担任棱口 在那坚持了 他始终阵地没有被突破 但是商镇呢 在他的右翼是商镇的一个 自己的师 没有二线配备 就一下子突破以后 然后呢 洗封口这边也扛不住了 就是在那儿 他阵地守住以后 然后因为右翼 这个日本人已经战了 他就奉命撤退 就是两次跟日本人战斗 一次就是济南五三 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 第二次就是1933年的长城抗战 毛泽东不是给他写过一封信吗 什么什么 什么国人同配 光荣历史国人同配 就是指的长城抗战这一次 他这一次大概牺牲了 一千多人 他牺牲了一千多人 所以两次跟日本交火 以后呢 就是第二次北伐成功以后 国民党不是这个 开了裁军会议 张学良 李宗仁 他们这些 就是不是黄埔系的 就都要裁剪吧 就引发了中原大战 然后1930年以后 他在山西 然后呢 就是 以后华北不是那个 冀冬成立什么自治政府 什么的 就是因为他过去跟日本人 已经有过两次交火的这个经历了 就是 我父亲的表弟叫贺善培 他呢 是中共外围 他是青年学生 让那个 那个 就是30年代吧 30年代抗日战争以前 好像多少年我记不清了 让抓到监狱里 他把他保出来 那不是跟那个张学良他们都有关系吗 把他保出来 他就看了 他说华北是多事之求 你们家住的北平 万一你要是北平有什么变化的话 日本人把你们家 扣住了 做认知就麻烦了 所以你一定要留条后路 所以呢 就 在山西 那个冯玉祥 在山西盖了个别墅 在旁边 他选了块地 盖了几间房子 然后在西安 因为西安不是有那同观什么的吗 这个是 进可以攻 退可以守 他说还是在西安 找个地方 搞一个落脚的 这个地方 万一华北什么有变化 到西安是 最平安的 所以就在西安 就是买了一块地 十一亩地 就在西安盖的这个房子 盖的这个房子 盖房子以后是 大概是 就是在扣蒋介石以前 刚刚盖好 刚刚盖好 然后呢 中原大战以后 就是缩编 委员长就把他 高贵兹这个47军 缩编成了 133旅 他有13个团 4万多人 13个团 编掉了10个团 这10个团 编到哪去了 编给 徐庭瑶的第17军 的第二师 然后长城抗战的时候 这个 他们守的是古北口 第二师是守当其冲 所以第二师 师伤亡很大 很多都是高贵兹 原来的兵 后来这个房子 十一亩地买下来以后 就是有一个主院子 我们叫它大楼院 就是有一个西式的楼房 这西式的楼房 风格是 是意大利式的 就跟天津市的 易租界的房子 很多 很多 很像 他用的材料 花砖 都是进口的 那个 房子的主粮 什么都是 也是进口的 红松 建筑工人 建筑工人跟设计 都是请的 这个 这个天津的 这个 承建商做的 主楼 这个大院子 主楼外边 有一个养鱼池 养鱼池 是当中 还有一个小岛 有个喷泉 当时没有自来水 有一个 就是人工压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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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景的 取景的一个小屋 里边有个压水机 有管子 可以冲到那个 当中那个 有个喷头 从上面 可以水喷下来 然后呢 就是这个是在 在那个 靠那个建国路 原来 原来这条路 叫旋风桥 后来改成 叫建国路 就在旋风桥的主路 大门是 朝这个西开的 进了这大楼院以后 那个大的 养鱼池 然后呢 就是那个 北边就是那个楼 楼是坐北向南的 然后 又有门 就通到 这个 望东 通到一个 大的那个 就是 院子 以后就是高贵兹 把它改成一个自己 弄了一个网球场 弄网球场的时候 他带着三个勤务兵 还有一个我 我在那儿 一些一些 瞎混 他说你要干你就干 你不干你走 那个 网球场旁边 就一排都是种的 他种的葡萄树 就是那个挺甜的葡萄 再往东 就是有一个小院 有厕所 南厕所 你厕所 然后呢 再往东 就是三个四合院 叶剑英被张学良 请过去 给他 训练军队啊 是干什么 也在你 那个四合院里住过 这个房子 盖好了以后 我们呢 当时还在 北平 然后双十二事变以后 这个房子刚刚盖好 就是 那个天津就是 他那个表弟 也是他管事的 在那儿就有一天 就是说 委员长 呃 张 呃 张副司令 要借这个房子用 呃 就是高贵子表弟 说借这个房子 干什么用 说 要把委员长 挪到这儿来住 当时就把他扣住了 原来扣的 新城一个黄楼 好像张学良 感觉那儿不大安全 就是 高贵子这个 这个我们叫他大楼院 这个隔一条巷子 就是一个墙 墙外边是一条 那个 呃 胡同 呃 陕西叫巷子 叫金家县 金家县 呃 靠 靠北 一个墙 墙里边就是高贵子公关 靠南 一面墙 墙里边就是张学良公关 三个 那个灰砖盖的楼房 所以那张学良就住在当中的 这一个楼房里边 其他的警卫什么的 他的 他的司令部 都在这三个楼里 包括赵氏小姐也住 住在里边 所以离张学良很近 离张学良很近 所以张学良因为比较安全 所以谈判 周恩来什么谈判 都在这里边谈判 啊 这个房子 是陕西唯一有 卫生设备的房子 嗯 呃 地下室有个楼梯下去以后 没运到那地下室里边 但是他没有那个激动的是水暖的 没有激动的那个就是水泵 是用人工压的 呃 用人工有一个人工的泵 就蹦踪蹦踪踪压 压到那个水 热水就通到各个房子里 这是比阳虎城那个支援 要进步不少 呵呵呵呵 有卫生设备 这房子的结构是这样 呃 这个楼房是坐坐北向南 有十几个台阶 走上去 你有照片可以看 正门一开以后 这个呃 上了楼梯有一个长廊 就是廊子 左边一个廊子 右边一个廊子 呃 地下都铺的花砖 顶子是有顶子的 可以在那关上风景什么 风吹不着 雨淋不着 然后是大门 大门是两扇门 两扇门打开以后 很宽 里边是花砖地 里边是花砖地 然后左边一间大屋子 右边一间大屋子 也就是说 西边一间大屋子 东边一间大屋子 西边那间大屋子呢 是客厅兼餐厅 为什么是餐厅呢 因为墙上掏一个洞 跟我这个洞一样 就是说 从楼外边 厨房里做出来的菜 从这个洞里头可以送进来 送进来在那 后来呢 这个餐厅始终不是餐厅 就是这个洞 等于白开了 西边那个房子 也很大 后来呀 熊斌住进来以后 熊斌住进来以后 把这个西边这个房子 就隔成两间 就是用木头 跟那个 那个木头 还有那大玻璃什么 隔开来 两间 外边一间是摆一个大圆桌 还有餐桌 什么那酒柜 里边那间是卧室 这是熊斌干的 熊斌当时职务是什么 是陕一省主席 高贵资跟熊斌在这以前 也有渊源 熊斌住进来以后 在熊斌以前 不是委员长住过吗 然后抗战开始以后 成千在那住过 然后最后熊斌当陕一省主席的时候 熊斌住在里边 就把这个房子格局改了 那个 外边餐厅里边是熊斌的卧室 然后熊斌弄了一套家具 最后熊斌搬走的时候 都留下来了 还有那么高一个大保险柜 以后文革的时候 让人找走了 这个熊斌 既然这个公馆是高公馆 熊斌有什么权力在里边改建 你听啊 你听啊 这个 抗战开始 抗战开始以后 我们家就从北平逃难逃出来 先逃到山西 然后山西吃紧以后 又从山西逃难 包括我祖父祖母 我姑母什么的 还有就是我们家全家人 就是先到山西 山西一吃紧以后 又到陕西 我记得很清楚 离开山西的时候 山西那个房子 大概有五间 上面是平台 可以走到房顶上去 然后呢 出了那个房子 正房 五间正房 房子门以后 一个下坡 下坡以后 有一条小河 还带了一辆福特的 这个 翻步棚子的汽车 就在那山西 还用过那个车 后来那个车又开到山西 但是我们是坐火车 从山西逃到西安的 我记得很清楚 坐的那个火车 没有顶子 是拉货的火车 一边是我母亲 另外一边 是我父亲的 在我母亲以后 取的一个知识分子 会英文的 她是我二姐跟三姐的妈 然后呢 我就睡在 我母亲 跟我那个 就是我 我二姐三姐 母亲的腿上 我抬头一看 能看见天 上个星星都看得见 冷得要命 给我盖的衣服 然后是坐牧船 从丰林渡 过黄河 到的同关 这个 当时我们为什么 没有住进去呢 就是 西安事变不是委员长 在里边住的吗 住的就是张学良 把他请进来以后 就住在里边 住在里边 拍西安那个电影 西安事变那个电影 里边还有什么炭火盆 那都跟历史不复 跟历史不复 里边什么都没有 张学良都是张学良安排的 那个暖气是有 当时有个烧暖气的老头姓史 委员长后来允许到院子里走的时候 还跟这个老师谈过话 后来委员长走了以后 我们家 就是抗战开始以后 逃到西安 我们家就住在那个三个平房院里了 我姑母住在最东边医院 中间那个四合院 是我父亲的军队的 住西安办事处 住的里边了 我跟我祖父 我母亲 中间那个院还住的是 那个我二姐跟三姐的妈 然后以后 我二姐三姐的妈 带着我二姐三姐 和我大姐 我大姐是 我大姐母亲死了 是跟我母亲长大的 然后他们去了重庆 那个就变成了那个 军队的住西安办事处了 所以我们就 我祖父 我母亲 就住在这个 最多 最西边这个四合院里 那个成千就住的那个 那个大楼院里 大概是跟我父亲怎么商量 为什么 我们自己家没住过 但是我祖父在那院子里的赵国相 不知道我祖父住过 还是没有住过 这我都说不清 我也记不住 我也太小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就是我们家住四合院 那个大楼 先是成千住过 后来雄斌担任省主席以后 雄斌住进去 原来那院子除了一个花池以外 什么没有 后来雄斌请了一个园艺设计师 在那设计了 有花坛 有什么观音柳树 有东青 一排东青树 汽车道过来 两边都是东青树 还有一个小的草坪 草坪园子 里边有那石子路 石子路旁边也有树 玫瑰花 什么一大排玫瑰花 都是雄斌弄的 都是雄斌弄的 那他当时征求了您父亲的意见了吗 这个我都说不清了 这我哪知道 但是雄斌跟我父亲是有渊源 就是张作霖 就是到了北平以后 不是他 我父亲当时是 是这个 是北洋系统的嘛 李大钊 住在北平东郊民巷的苏俄领事馆 我父亲跟李大钊走得很近 然后就是他是北洋系统的 就是胡锦仪的陕西路军第一师 然后通过李大钊跟余佑任 介绍我父亲加入的国民党 后来张学张作霖 审这个李大钊的时候就问 说高贵兹怎么参加的国民党 是不是你介绍的 李大钊说是余佑任介绍的 就是把我的名字数上了 究竟是李大钊介绍的 还是余佑任介绍的 我也说不清了 然后呢 李大钊就 就策动高贵兹 跟风玉祥 风玉祥当时他的主力在南口 就是发动北京兵变 要把张学梁递留起来 谈判的代表 高贵兹派的是高建白跟康辛之 康辛之你知道吗 是高贵兹的高级幕僚 最后就是四川的恒大的资本家兄弟两个 一个叫康辛如 一个叫康辛之 康辛之的女儿 叫康丽 后来也去延安了 非常大的资本家 什么是 延延银行啊 还是什么 什么银行 是很大资本家 脱离高贵兹以后 就回到四川 在这有点本钱 然后生意越做越大 康辛之 是住的房子 是买的英国领事馆 在重庆的房子 我也住过 我父亲我母亲都住过这个房子 吃饭的话 打零的 很多时刻 高贵兹 就是李大钊策动高贵兹 跟冯玉祥发动这个 要发动北兵 北平的兵面的时候 雄斌就是冯玉祥的副参谋长 住在六国饭店 高贵兹当时是一个旅 旅的番号我都忘了 就住在现在钓鱼台那一带 李大钊策划 他们南口向北 发动攻击以后 庄城女的 苏恶的这个领事馆的汽车 里边拉的这个康辛之 庄城女的 还有苏恶的一个羊脖子 来回出来进去谈判 最后是要举事的时候 高贵兹已经全部都做了准备 那个骑兵都调到城里 借口就是给骑兵 给那个马匹灌药 然后锈镖什么都做好了 但是南口没打第一枪 这个事儿没弄成 没弄成就高贵兹当时在北平的处境非常危险 但是后来因为朋友什么的 关照什么的 离开了平安的离开了北平 然后到了安徽跟那杨虎成忧 表一块儿在抚养 所以跟那个熊斌有这么一段淹缘 后来呢熊斌当了是补席以后 熊斌的太太跟我母亲 还有一个杨小初的太太 叫李富青 三个女的拜了干姐妹 我父亲是老大 我母亲是老大 那个李富青是老二 熊斌是老三 杨小初是什么人呢 杨小初是中共地下党员 是隐藏在这个 赵兽山跟孙玉如的部队里的地下党员 李富青原来也是地下党 被抓了以后 没有党籍了 李富青还跟我母亲说过 在监狱里怎么受刑 什么竹签插在这个手指头里 她说我晕过去了 我也不不感觉疼了 所以是因为这个关系 我们家跟熊斌走的挺近的 跟熊斌走挺近的 过去就是北平要兵面的时候 跟熊斌有这渊源 以后又是这个关系 所以熊斌一直住在那儿 我父亲应该没收过房租 所以熊斌把这房子都改了 都改了 外边都弄得挺好的 最后熊斌调离陕一省的时候 把他的座驾 一个雪佛兰 大概是一九三几年的雪佛兰的坐车 草绿色的也留下了 但是我父亲给了他钱 所以在熊斌以前 成谦在里边住过 然后成谦走了以后 就熊斌一直住里边 成谦当时什么职务呢 成谦是好像陕西的 好像是 就是西安事变以后 成谦到的陕西 好像是什么西北 什么军政 军政全都在他手上 但时间没多长 我们家 什么时候 就是在这以前 什么时候 住在这大楼院里的大楼里边 我没有印象 我印象就是那四合院 院子里头有两大棵丁香树什么 这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 我母亲住北方 是两名一案 案是卧室 两名是那个 那个就是在里边 那个就算个小客厅吧 我祖父是做住南房 这个东房是摆一大圆桌 因为那个中间那个院子很多亲戚 都在一块吃饭 吃饭的时候 康战时候吃的都很简单 我记得有一次我母亲 在街上买回来一包那酱排骨 一直到晚上夜深人静拿出来给我吃 因为平常很少见到味 我一吃我说这家那么好吃 看这儿是很困难 因为我父亲在天津的生意 原来做的很大 硫酸厂制隔厂 做那个贸易 租宗棉杀什么 棉布棉布棉杀 在山西跟中国银行的棉布棉杀 存一块都让日本人没收了 所以山西就是 这边敌战区的钱又过不来 所以这一家子 也没有像电影上拍的那什么灯红酒绿 什么秘书传行道 都没有 军队里一个是女的都没有 后来脱离抗人战前线 1944年 然后调到甘肃顾远 他有一个剧团 原来剧团里头一个女演员都没有 后来有一个请来一个女演员 全军只有这一个女的 那个剧团叫猛进剧团 在河南抗人战争的时候 在河南就经常给老百姓演戏 演的什么苏武牧阳 什么都是好像民族器杰 就这一套 从西安请来的这个名的老生什么的 那当兵的都坐在那操场前面是当官的坐的 就实习军当官坐的 我印象很清楚 这个熊斌他什么时候离开的呢 什么时候调离的呢 熊斌调离以后就是驻韶州 就是快到 抗战当中 调到这个重庆的 然后下来接熊斌陕一省主席的就是驻韶州 就快抗战胜利了 驻韶州就没住大楼院了 我们家就住进去了 驻韶州住哪了 就住在杨虎城的支援 但是支援那个条件没这个大楼院这个条件那么好 因为他没有暖气也没有卫生设备 驻韶州不是杜宾城不是就是被这个 胡宗男人驻韶州这个害了 杀了吗 案的罪名就是 就是犯了大业 实际上根本没这回事 所以杜宾城跟我父亲走得很近 所以这也是得罪国民党的这个 这个高贵兹怎么从军队上撤下来的呢 就是先把他从抗日前线调到顾远 这是1944年的事 调到顾远担任那个跟那个防供 然后杜宾城去了他军队好几次 就引起来国民党的关注 跟杜宾城走得近了 后来就是把他军队又从顾远 就借他在重庆受训的时候 陆军大学受训的时候 把他从这个顾远调到这个重庆 进了监管班 陆军大学监管班第三期 然后呢他在重庆的时候 周委员长下到命令 他的部队从甘肃顾远 因为甘肃顾远紧跟着紧挨着就是边区 掉到那个河系走廊的五位 就脱离了 你说的边区就是赏干宁边区 赏干宁边区 中共的控制地区 因为原来他不是跟中共 因为他也不敢得罪中共啊 又有渡宾城什么的 这些就是亲中共的人士 跟他经常来往 所以他就是我谁也不得罪 我也不敢得罪你中共 我也不敢得罪委员长 但是就是即使这样 他也引起了国民党对他的怀疑 所以把他部队从就是从甘肃顾远 调到这个河系走廊五位 西边是陶池月 东边是胡宗南 马峰奎马步方 把他搁在那了 然后就是抗战胜利以后 不是这个缩边军队吗 就把他这个十七军 本来他是七个团 把他打散了 调了两个嫡系的师 归他指挥 实际上是根本不听他的 他的嫡系部队 只剩下两个团了 怎么这把他从十七军 军长撤下来的呢 就是委员长在西安 要召见他跟赵兽山 他们知道大事不好 然后呢就把赵兽山 赵兽山当时已经是中共党人了 赵兽山当时的职务 是第三集团军司令 但是赵兽山 直接指挥的部队 只有一个团 然后指挥高贵司的十七军 十七军两个师都是嫡系 赵兽山跟高贵司是同病相连 难兄难弟 把赵兽山请到十七军出部 商量怎么办 然后十七军的这些 原来这些老棒子 就是一直跟高贵司的人 都觉得大事不妙 开会的时候 任子勋 八二四市市长 任子勋哭了 掉眼泪了 说这玩意 玩完了 然后呢就有人说 咱们往西走 不是往东走 当土匪去 赵兽山说 你们就两个团 人家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那 多少万人在那都交代 你们两个团 你们当土匪 你们当什么土匪 哪也别去了 乖乖的跟我 上西安吧 然后坐汽车到兰州 兰州换飞机到了西安 这个事啊 怎么这下的命令啊 赵兽山跟高贵司到西安以后 委员长招待他们吃饭 宋美玲在座 吃完了饭 谈话的时候 赵兽山就 不是 委员长就问 说听说你的驻西安办事处 处长李少堂是中共民盟盟员 高贵司站起来 一拍 他不是民盟盟员 实际他是 他不是民盟盟员 他就是啊 这个喜欢下象棋 跟杜宾城啊 经常一块下象棋 然后委员长就 一拍桌子 说 我问过他 他说他不是民盟盟员 第二天 就是 这个 好像是不是问这个李少堂 是问杜宾城 说杜宾城就是奸党分子 我头一天问他是不是民盟的 他说不是 第二天 就证明他就是民盟的 脖子那个筋都爆出来了 委员长生气了 高贵司 然后就对高贵司说 你不要回部队了 你留到西安 帮胡宗南吧 这样 就留到西安了 连部队都没回去 部队交给谁了呢 本来他就已经失掉指挥权了 但是还剩下一两个团 起码齐天然还是铁杆 他的自众团的团长 就派了何文鼎 接了他的 整编十七师的师长的职位 何文鼎是何许人呢 是黄埔一期学生 也是高贵司派到黄埔去的 然后呢 黄埔一期学生 脱离高贵司 就是高贵司 1930年在山东巨县跟筑城返奖的时候 这不是把他的四十七军 十三个团缩编成一个133旅吧 高贵司心怀不满 那个 戴笠 去过他133旅 高贵司从戴笠发过牢骚 戴笠说不着急回去啊 说说你先独立起来 后来就改成一个独立多少旅 然后呢 就是 高贵司联系 焦东的那个什么 什么军阀 就是好像 首先就是通电返奖 因为他心里不平衡 通电返奖 然后呢 就派何文鼎 陈条元是山东省主席 军政大权掌握在手里 派何文鼎到 济南去侦察 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危险 然后何文鼎回来以后 报告说没危险 平安无事 后来呢就是 他们部队有一个 当兵的请假 去探亲 走的也不拿个火车站 看见好多兵 那当兵的回家们都脱掉军衣了 问说 老总 说你们这么多部队往哪开呀 我们要去打高贵司了 这个当兵的连夜赶回来 报告 说不好 人家要来打咱们了 然后呢就 高建白在铸城 高贵司在巨县里边只有两个步兵营 高建白一个团在铸城 王首义 他们的两个团就撤出去了 撤到山里了 然后人家就围上来了 高贵司就把何文鼎叫过来打脸耳光 说你怎么搞的 然后何文鼎挨着一个耳光以后就跑了 就脱离了这个高贵司 然后呢这个何文鼎就 接了十七师 整编十七师市长的职务 然后以这个弟子的礼 建了高贵司 然后高贵司就派 李农早也就是李少堂 驻西岩办事处处长 就因为李少堂 这个高贵司的职务也丢了 派李少堂坐着高贵司的汽车 把何文鼎送到整编时期 因为毕竟是还有一些老人在那扶不扶他 后来何文鼎接任以后开一个会 说原来这个人事怎么安排 我一概不动 后来何文鼎参加进攻延安 丢了好多重武器 委员长骂他无耻 最后呢解放以后何文鼎变成一个工人 做那个剪刀的工人 最后也不知道了 最后结局怎么样 那就是抗战胜利以后 那个时候你父亲也没有带你们全家住在这个大楼里面 这个就是熊斌走了以后 第二我们还没住进去 第二次熊斌又回来 从重庆又回到西安 当时抗战已经胜利了 熊斌发表的是这个北平市市长 但是当时铁路不通 熊斌的这个就是北平市市长 走马上任之前 就住到大楼院里 并且带了个电台 电台三个人 一部电台 我还上那电台去玩过 三个人收发报员 都是都是学生 都是学生出身的 在那收发电报 熊斌又在那耽搁了不少天 耽搁多少天我忘了 后来熊斌这个到了北京 北平就任了北平市长 然后我们家全家就搬进去了 我祖父已经没有了 搬进那个大楼了 搬进大楼了 搬进大楼 我父亲从军队上叫到西安以后 委员长一发脾气 骂了一顿以后 就没回部队 我们就住进去了 我父亲母亲住在那个 就是熊斌改装最靠西边的 最靠东边的一间卧室里 卧室出来就是餐厅 什么酒棍啊 橱棍啊什么摆的 我就住在这个北边的一个单间房子里边 房子外边有个小客厅 有我一书桌 还有我坐的椅子什么的 还有两个小沙发 我住的房子有一个门 直接一开门 就是卫生间 我父亲他们的卧室 还去不了这卫生间 要从那餐厅拐出来 拐到走道里头 开了一个门才能进卫生间 卫生间有一个浴缸 一个抽水马桶 但抽水马桶没有自来水 就是用压的那个水 压的水有个水塔 有时候水过不来 就用盆什么的 冲这个卫生间 所以卫生间只有我父亲用 我母亲用不 用没用过 我不记得 反正我都没用过 我就上外边厕所去 外边那个网球场旁边 就有个厕所 我记得原来您跟我说过 就说您曾经住的房间 就是蒋介石住的房间 对 没错 这个房子 它不是一个楼吗 是坐北向南的 那个向南就是餐厅 卧室跟大客厅 大客厅里边 有一个很大的桌子 我父亲在那写字 余佑任从南京到西安来 每次都住在我们家 我父亲把那个卧室腾给他 还有孙电英也住过那个卧室 也是我父亲把卧室腾给他 就把我赶到那个外边 就是那个主楼的东边 有三间平房 把我赶到那平房里 我姐姐他们回来 大姐二姐三姐回来 都把我赶到那平房里住 所以那个平房是我的别墅 我的主卧就是 最靠北边 那一个外边的小客厅 里边是卧室 那家具都是雄宾留下的 我记得有个大衣柜 都挺洋气大衣柜 还有个大梳妆台 我也用不着那梳妆台 然后一个大双人床 我一个人睡那儿 所以我后来开玩笑 说我跟委员长是同房 因为扣委员长 就扣在那个房子里 那个房子也最安全 那个房子 那个北墙 北墙有个大窗户 下边是暖气炉片 窗户外边 有一个大概两米宽的一个 就是杨徽的那个走道 然后大概又有一 有两米宽的种的树 树后边就是北墙 很高的北墙 如果张学良在那儿搁上兵 那个地方是最安全的地方 所以委员长就住在那里边 以后 这房子捐献以后 捐给中共了 抗美援朝捐给中共了 以后就变成西北复联 西北复联以后 就变成陕省作协 陈忠实 就也住过那一间房子 所以我有一次上里边去玩 看见陕西作协的人 我跟他们开玩笑 我说我跟委员长 我跟陈忠实 我们三个人是投房 这个后来怎么就是 陕西省复联怎么住进去了 那当时 不是陕西省复联 是西北复联 西北复联 不是 然后就是 我父亲在这个西安 就等于附贤了 名义是第一战区 副司令长官 很少参加活动 很少参加活动 胡宗南在王区 就是七分校那个地方 中央陆军学校 第七分校就在王区 在王区那边 结婚的那天 我父亲也去了 回来喝得醉醺醺的 躺到床上 今天是 胡长官是结婚 我还记得 不行了 我床上躺会 跟我妈说 我还记得 那天 然后在里边付钱 每天没事 就 就 就大麻将玩 就是都是一些朋友 来吃饭 要么大麻将 没什么正经活动 住在里边 闲职是个 但是那个时候 这个国共已经翻脸 而且打起来了 而且胡宗南带着队伍 就去 要把这个中央 共产党的中央 中央这个苏区 不是那个叫边区政府 整个就要拿下来了 这个时候 当时您父亲也还在西安 在西安 他名义是副司令长官 唐恩伯到西安 传达这个命令 就是委员长命令 1946年的秋天 命令胡宗南进攻延安 唐恩伯跟我父亲 一直过去有渊源 一直有渊源 因为唐恩伯当时在陕北 搅供的时候是13军 我父亲是84师 唐恩伯答应给我父亲 编军 跟唐恩伯关系不错 我家里一直到现在 就在天津 我二儿子家里 还有一床鸭绒被 是唐恩伯送的 那时候 大官给小官送礼 我跟我父亲生活多少年 没有看见一次 有他的部下给他送过礼 都是他给部下照顾 我记得他在西安复闲的时候 每年到过年春节的时候 他派副官开着击补车 击补车上满拉着面粉 我喜欢玩车嘛 我就跟着车斗风 那个就是困难的部下 他去送面粉 我从来没见过 他的下级给他送过礼 胡宗南给他送过 送过洋酒 这样 刚才说到哪了 说到就说 怎么这个西北复联进去了 你听我说 那不是就是 他安波来了吗 他安波来了以后 他们 因为他安波跟我父亲关系很好 就是他安波布置委员长的 口述命令的时候 把我父亲也叫去 其他的副司令长官 一战区副司令长官 有个叫石敬廷的 也是西北军的老人 还有就是盛文什么 那都是胡宗南的嫡系 但是参加这个会议的时候 把我父亲叫去了 就是商量 1946年秋天进攻这个延安 征求我父亲意见 要任命他做前敌总指挥 我父亲就借口 谢绝了 因为他不愿意得罪人 任命他指挥官 他又没有自己的部队 你说他指挥谁 败了 是他的责任 胜了 是人家嫡系的责任 所以他既不得罪中共 我也不得罪你 我不愿意干这事 他就蜿蜒谢绝了 然后他说 冬天进攻延安 不行 因为冬天陕北太冷 又穷又冷 后来就是 他们商定了第二年春天 进攻延安 进攻延安的话 是我一个亲戚 当时是整边旅的旅长 参与了这个 他叫邓仲梅 他是旅长 直接是黄埔系的三期毕业的 他们就是 攻到延安 延安防线 他突破以后 胡敦南给他下到命令 说你就地 这个停止 停止前进 然后命令 胡敦南的嫡系 整边地一师 进到 进到延安 那就是功劳 就是胡敦南嫡系的 虽然他是黄埔三期的 因为这个事 他很不满 很不满 后来他辞职不干了 回湖南了 所以这个人呢 不能有私心 不能有私心 委员长失败 这是他 一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他没有 毛泽东那么机灵 他不会团结 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孤立打击 他的最凶恶的敌人 他这是失败的 其中的一项 相当重要的原因 那共产党进西安的时候 您父亲也还在这住呢 没有了 这不是 西安已经不保了吧 当时我在南京上学 我在南京上那个 金大附中 后来呢 这个南京也形势不大好 我父亲的朋友 孙连仲 知道孙连仲吗 知道 那个 台儿庄的首架 那不是有个电影吗 说你填上去 你填进去以后 我最后 我再填进去 就是这个人 外号叫孙肉头 确实又高又胖 他的 夫人 叫罗玉凤 是清朝的哥哥 他又是我母亲的甘姐妹 所以 我 我在南京上学 南京也吃紧了 吸烟着 我母亲不放心我 就让我回去 结果 孙连仲家已经 从南京到台湾了 只留了一个 孙连仲的小舅子 我们叫他六舅 他是空军的地勤的校级军官 他有一把电镀的手枪 拿出来给我玩过 我在孙连仲家吃过两顿饭 最后 就是我 他 就是 我们叫六舅 六舅把我 接到他家 先住了一晚 然后把我送到 南京的民物攻击场 找他的哥们 飞行员 C46的驾驶员 把我送到飞机上 也没买票 然后 把我送到西安 我在孙连仲家 最后一晚 在孙连仲家住的 然后我到西安以后 我父亲不是 就熊斌走了以后 我们家就住在 大楼院了 就熊斌到北京上任 北平市长 我们家就住进去了 住进去了 怎么离开西安的呢 胡宗南 胡宗南就先让我 母亲跟我 离开西安 我记得走的时候 出了那个 大楼的那个房门以后 我母亲心情不好 我父亲跟我母亲在那边说话 我父亲给带了几根金条 我身上绑了四根 你看那一根金条才十两 但是绑在肚子上 难受得要命 它沉 压 压 我母亲身上绑了六根金条 然后呢 我母亲就情绪不好 拿我撒气 臭骂我一顿 骂我什么我都不记得 骂我直掉眼泪 然后呢 就把我们送到飞机场 我父亲把我们送到飞机场 上了飞机 到了汉中 任子勋是汉中警备司令 知道任子勋吗 八十四师 后来的八十四师师长 实际他只有一个连 我大姐就跟他说 说你干什么 你现在你还当什么警备司令 你不看看国民党的形势 已经穷途末路了 你还当什么警备司令 任子勋 在他那儿住了 住了那个几天 然后就飞到重庆 飞到重庆 到重庆以后 宪兵 我滴了一个旅行带 里面都是我母亲的化妆品 说里边有多少银元 打开看看 后来飞机场有一个地勤 认得我们 然后跟那县兵说 这是伊战区高司令长官的夫人 那个县兵没说什么 我说 问我这里边多少银元 我说这里边都是化妆品 我打开一看 我说你看都是化妆品 但是那个 那个下了飞机以后 然后用那个航空 就是汽车 航空公司汽车 把我们送到重庆市里边 那个汽车一颠 这个金子 四条金子 压得我这跨过 生疼 到了重庆市 人家不送了 叫了洋车 叫了洋车 洋车就是娇皮 天洋人叫娇皮 西安叫洋车 北京大概也叫洋车 我们坐两辆洋车 就拉到康星之家 到康星之家 就给我们安排到 那个厢房里边 住的康星之家 吃饭要打您的 这样就糊涂难 等于把我母亲 跟我先扣到重庆了 然后最后一架飞机 我父亲本来就是跟李少堂 什么商量什么的 杨小初商量 就说要藏 那个网球场 后边有个防空洞 就是抗日战争时候 熊斌挖的 有个防空洞 说藏在防空洞里 不行 后来又准备藏到草滩 草滩是什么地方 就是西安往北 就靠渭河那儿 有一片那个地方 我们家一个听差的 仆人 兄弟两个就在那儿 说藏在他家去 后来商量来商量去 走不了 周围都是特务 最后一架飞机 就把高贵兹 寇侠 这都是陕西的名人 还有张凤慧 就是第一任的陕西督军 辛亥革命以后 第一任的陕西督军 一个飞机弄到汉中 弄到汉中以后 我父亲就说 我孩子在重庆生病了 就从汉中坐飞机到了重庆 先住在康辛之家 我父亲跟我母亲住正房 我就是考了个中学 我就住在中学里了 礼拜天 礼拜六回康辛之家吃饭 那康辛之家气派的不得了 大资本家嘛 吃饭要摇零的 光了光了摇零的 多少食客在他家里 他的一个女儿叫康丽 长得很漂亮 大女儿叫康戴沙 到延安去了 这一段 他们家跟我 大姐二姐三姐都非常熟 因为后来我大姐二姐三姐 大姐在成都华西吧 念书 二姐三姐在重庆南开中学念书 跟他们都很熟 后来他在他们家住快解放的时候 我们就搬到饭庄 我父亲就从康辛之家搬出来 搬到饭庄 饭庄住在哪呢 住在饭庄的地方 在重庆上青寺 饭庄是谁的房子 有好几幢洋房 很大 那个院子很大 就是饭韶增 有个电视剧叫傻儿师长 写的就是这饭子 饭韶增 他有好多房仪太太 另外跟委员长什么都 宋美龄什么都 跟那杜月生什么都有关系 这饭韶增 住在他家 我们住他一个楼的楼下 第八补给区的司令 就是叫什么名字我都忘了 住楼上 就是我父亲跟他不是都一旦去认识吗 胡宗南一旦去司令长官 我父亲副司令长官 四个副司令长官 住在那儿 住在那儿 后来快解放的时候 那个 我们又搬家了 就搬到那个鲁从义的 一个小房子里 小洋楼 我们一家人 包括我的堂叔 我 一直住学校 那个重庆大爆炸的时候 就是炸那个军工厂的时候 光一炸 那个房子玻璃都炸碎了 我在那个秦家港 中正中学 因为当时到重庆 考清华中学 没考上 拖了一个大公报的 很有名的一个主 去讲情 人家根本不理那套 因为功课不行 没考上 就考了个 正好我任子勋的儿子 也跟任子勋到重庆 我跟他儿子一块 考了个中正中学 上了中正中学 在郊区 后来那中正中学 那校长是 是真统的 一解放就把他 递落起来 枪毙了 这样 所以 解放以后 杨虎诚不是遇害了吗 没人认得杨虎诚 尸首 就是把我父亲请去 认杨虎诚的尸首 后来呢 就是颜洪彦 陕北的颜洪彦 云南的省委书记 给我父亲 写的路条 办的这个手续 从我母亲 就 跟那个杨虎诚的林 坐轮船到汉口 然后到西安 我父亲 我 任子勋跟任子勋的小儿子 我们四个人 还带一个勤务兵 叫陈雄 然后就 买的川江 的轮船 到了武汉 然后坐火车 到了北京 然后就 我父亲说 咱们找个小旅馆算了 然后我父亲 那个天正做生意 那管事的 就他的表弟说 不能住那儿 你不知道谁来找你 就住在西郊民巷 一个叫华侨招待所 也挺好的 但是我们没资格住里边去 就是我父亲跟任子勋助理了 我跟那秦武兵 跟他儿子我们住的小旅馆 每天吃饭 在街上那饭馆里吃 我记得 我们吃什么栗子白菜什么的 北京的 栗子白菜 对 你眼睛看这边 看这边 对对对 栗子白菜 后来第二天 彭德怀来看他 也不知道彭德怀怎么 怎么知道他来了 彭德怀来看他 最后就是 说是他怎么回的西安 就是我父亲那管事的 天天那管事的跟我说的 说彭德怀征求他意见 说你是愿意留北平 还是愿意回陕西 说我们陕西缺人 要不然你就跟我们一块 回陕西吧 就是他彭德怀张志忠 他们一趟火车 回的西安 回的西安 那个西安解放以后 贺龙就住在大楼院 西安我父亲一管事的 也姓贺 贺龙还跟那个管事的 叫贺善修 谈过话 谈过话 贺龙 住在那儿 我父亲原来那个厨房里有两个 一个是打杂的 一个是厨师老头 就给贺龙做饭 后来贺龙做了几天饭 吃不住进 就是那老头做几天饭 太累了 发那个海参都用钢发的 贺龙在那儿住的时候是开的流水席 部下来了以后 随时来了 随时开饭 那老头受不了 干了几天 走了 辞工不干 走了 便宜谁呢 便宜我家 原来我表姐抱来一个小狗 黑背 德国黑背 后来我不南京上学 那小狗一直就变成大狗了 一年我回去 他都认得我 那个便宜那条狗了 吃剩的东西 那狗都给狗喂狗吃了 后来这个其中有这么一段事 也是那管事的跟我说的 说有一次来了几个军人 说要把高贵兹的汽车开走 然后贺龙就从那个正门出来 那个大楼正门出来 说你们干什么 我们要开高贵兹 贺龙发脾气 说高贵兹是我们的朋友 将来回来还要用这个车的 你们滚 把那几个兄弟训走了 以后就贺龙走了以后 西北复联就住进去了 那时候我父亲还在重庆 是1950年3月份到了北京 还在重庆呢 回来以后就西北复联 站在那个房子 然后呢我们家又住在那个三个四合院最西边那个院子里了 当时我父亲从重庆到了北平以后就改成北京了 到了北京以后我就没跟我父亲回西安 我就留在北京考了个慧文中学教会学校 我就进了那教会学校一直在北北京上学高中毕业考的天津南开大学一年以后院系调整合并到天津大学 这样我基本上就没怎么回过西安 所以家里的事我都没管过 包括那批字画 如果我要在的话 我父亲去世以后 我在的话 人家来要这东西 我就会借口说我们刚回来 我们家还都没收拾没整理 我也不懂 但是我会问人 我说哪些有价值我们留下来做个纪念 结果我母亲又没文化 胆子又小 说你们随便拿吧 一下 这样走了就 那您父亲就是 看着元朝一打响 就把房子就捐献了 对呀 本来是西北复联站着 这是我天津父亲天津做生意管事的人跟我说的 本来西北复联站着 彭德怀告诉西北复联 你们占人家房子干什么 要不然你们就买人家房子 要不然你们给人腾房子 彭德怀说的 然后西北复联就打报告 跟中国复联还是叫什么 就是他的上级打报告批钱 并且找这个 就是买卖房子的估价是26亿 就等于是26万 除了那三个四合院以外 这个房子是26万 这时候抗美元朝就开始了 就捐献飞机大炮 我父亲不住在四合院吗 就找这个习仲勋 说我把这房子捐了算了 有些朋友私下里头 劝我父亲 说你以后这种事多了 你一次把这房子都捐了 以后再来你再捐什么 我父亲说 已经捐了就捐了 但是我父亲要求留一个四合院 就是在那个网球场 跟一个四合院当中 还有一个小院子里边 有男厕所 有女厕所 并且地方也挺大的 也可以种东西 说我保留这个院子 你们住东边 那两个四合院给你们 后来政府说 说如果这样 你就把我们隔开了 也不方便 后来我父亲说 那那那算了算了 都给你们算了 然后就把北平的房子 卖了以后 在西岩买了这个 陕一省水利学家 李宜之的房子 也是一个 一个阳式的小楼房 但是很旧了 白蚁什么都有 就在那一直住到拆迁 真是不得不佩服您 过人的记忆力 世事沧桑 名人亦世 您如数家珍 娓娓道来 通过这座高宫馆的故事 让我们鲜活的感受到 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 感谢您 再次感谢您 祝愿您健康长寿 把您脑海中的往事 掌顾 人生哲理 多多的讲给我们听 感谢屏幕前 关注历史 关注我们 爱听故事的观众朋友 感谢在屏幕后 默默工作的 导播技术团队 好 这次节目到这儿结束 再见 全球新闻大集合 SixDude.News 网页版APP 任您选 六度新闻 一网打进 自由新闻精华 SixDude.News 六度新闻 SixDude.News 全球新闻大集合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